有一个观念就是叫做维基 巴菲特讲叫维基入室 那我没有巴菲特那么伟大 我是古神 我是维基的游乐者 哪里有维基 我就去哪里捡便宜 去哪里玩 比如说巴厘岛发生了爆炸案 我就知道那个时候 所有世界上多数的人都不敢去 可是我堵地那个时候它最安全 然后价格最便宜 所以我就去了巴厘岛 2001年的时候 美国发生了来晚晚在纽约 所以游客都不敢去了纽约 可是我想那个时候 一定安全做得最好 所以我就在那一年去了纽约 那现在呢 如果你问我 如果你要再实行 所谓维基时代的旅游 或是维基时代应该去哪里制产 现在是最好的 哪里是最好的地方呢 第一个答案当然在欧洲 第二个在欧洲的哪里 答案当然是西班牙 西班牙人爱吃 懂得吃 欧债风暴还在延续 物价变得平易近人 味道却是不变的美好 安达鲁西亚北部山区 绿草如荫的橡树牧场 住着欲擒身价不凡的伊比利黑毛猪 性情温吞 其貌不扬 伊比利黑毛猪却是从古至今 少数一直维持野放饲养的猪种 成立于1940年的Losso 是Vivo排名前三大的风干场之一 每年有15000到20000头 不等的黑毛猪 被送到这里做成伊比利火腿 由之后而不腻 很容易被人体皮肤吸收 而且毫无臭味 这些都是橡树果实的功劳 削出半截猪皮 露出圆弧形脂肪存的 是黑毛猪的前腿 腌制前的这道手工 一来可帮助火腿入味 二是为了区分 虽然Losso公司出品的伊比利火腿 将来都会被贴上代表顶级的 Beyota标志 但多肉的后腿就是比前腿值钱 一只售价将近500欧元 大约22000台币 是全世界最贵的火腿 然而它的做法却又出奇简单 用天然海盐低温腌制约14天 等脱去水分后开始风干 这个阶段才是成败关键 西班牙只有Weva 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而坚持古法的Losso公司 至今仍用人工调节通风 今天吹什么风 百叶窗该开还是该关 是火腿公司不肯外传的学问 和红酒一样 伊比利火腿的年份也很重要 从腌制风干到熟成 至少要两年以上才能上市 越成越贵 Losso公司的地窖里 目前就还存放着 约15万只 06到08年生产的伊比利火腿 西班牙每年平均有200万头黑毛猪 被做成等级不一的伊比利火腿 满街的tapas就是最方便品尝的地方 削得如纸斑的薄片红的透光 配上普通的面包和啤酒 是最简单的奢华 但每一口都是时间酝酿的美味 在享受下一顿的欧洲味道之前 先跳一场舞好了 桀骜不驯的吉普赛女郎卡门 是许多人对Flamingo最初的印象 魅适人间敢爱敢恨 即性感率真自信 Tablo是西班牙特有的小酒馆 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人坚持 以传统形态 表演Flamingo的地方 Flamingo是吉普赛人 在15世纪流浪到安大鲁西亚后 融合了印度 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 自创的歌舞 历史虽幽远 但真正成为一种表演艺术 也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事 吉普赛人最初的吟唱 舞蹈 后来加上了吉他伴奏 此后传统的 Flamenco就一直以这种原汁原味的面貌流传于世 吉普赛人用沙哑的声音 吟唱事态炎凉 人声风霜 尖色的古文就连现代西班牙人都未必听得懂 而仅以古典吉他伴奏 就表演艺术的形式来说也有些单薄 现代 Flamenco逐渐走出汉传统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电音DJ合作的 Flamenco破坏是新编的舞马 古典吉他伴奏变成后现代感十足的电音舞曲 随意的身段和肢体动作也更趋于现代舞 不只是舞蹈 更是一种生命姿态在 Flamenco的世界里 西班牙的味道不都是又浓又重的 加泰隆尼亚地区有一种朴实的家常料理 跟地中海料理类似加泰隆尼亚人很习惯用番茄和橄榄油 他们还特别喜欢杏仁和一种叫No Roast的红椒 传统的加泰隆尼亚料理里面有很多炖菜 是让当船员的男人要远行的时候 保持温暖和体力 炖菜的基础是番茄和洋葱 里面可以放鸟肉 我们今天吃的是放章鱼和马铃薯 很温柔的一道料理 章鱼很软加上有点融化的马铃薯 一种冬天的味道 名字很长 记不住的 记得那种温柔的味道就好 优优独播剧院的 这里包含超红椒 当然,你会在家庭里面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是,是正确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但这些东西是不重的东西 原本是玻璃工廠的老房子 现在是专卖加泰隆尼亚料理的餐厅 学着加泰隆尼亚人一样 晚上九点才吃晚餐 享受不花巧 却会把人深深吸引的味道 害怕欧寨危机结束 我们就没有那么好的借口 享受西班牙了 享受危机 享受危机下的味道和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